时间来到了晚上的要6点钟了 我们赶紧来带您关心 这玉龙在今天召开了股东会 不到一小时就散会 堪称是史上最快 也是最平和的一次 不过今天因为下雨 严惩力连迟到了20分钟 但是看起来神采奕奕 还特别沾下了招牌眼镜 而说到玉龙 不只成为台湾电动车的霸主 去年EPS也有4.63元 台下股民都拍手 帮严惩力连加油 今天下巴子 就是车子停止不动 就是对大家说声报警 股东会延迟20分钟后 玉龙集团董事长严惩力连 一身招牌黑西装现身 走上台致歉 因为大雨会议稍稍延迟 不过整个股东会开下来 稀释连连 去年台湾车市恢复正常供应 玉龙汽车获利也回到 疫情前的水准 这组品牌纳之杰推出N7电动车预购 4月份取得台湾电动车销售冠军 股东们乐得直拍手 一改往日股东会狂批大骂景象 而整个会议不到一小时散会 也是因为成绩单够漂亮 玉龙去年税后盈余46.9亿 每股配发4.63元 建议公司当局在几款纯电新车的预购能够将股东优先 所言 这任务要交给你 你听到新声了吗 严惩力廉 整场会议依旧低调神话 不过股东会结束后 还特别到台下大潭自家电车 和兄弟品牌中华MG 笑笑用八字箴言回应 兄弟登山山头会合 去年台湾汽车市场总销量为46.6万辆 较111年成长百分之十 进口车市占比达百分之四十八 持续对国产汽车发展造成影响 看着时尚最peace股东会 玉龙营运宛如稻吃甘蔗 面对产业环境变化 严惩力廉强调 会持续强化竞争力 甩开骂名 回馈股民 东西才新闻神韵台 路阿珍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